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盘棋呢 在这个局部将要发生非常精彩的变化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白棋的这块棋 从感觉上来说眼位非常丰富 但是此后的实战黑棋的一部棋 奠定了白棋的这块棋的死活 首先给大家介绍这盘棋的这个对局背景 是2016年的经历手机杯 维甲联赛第21轮的一场主将之战 黑棋呢是来自韩国的外援金智希九段 白棋呢也是当红小生柯杰九段 这么精彩的一盘对局 在这个局部尤其是在这么一个局部当中 更要发生非常惊天腹地的这么一个变化 我们刚才说了 觉得白棋的眼位很丰富 但是黑棋实战呢 他不信邪 觉得这个白棋虽然眼位丰富 可是我们是否能做活 还是要用实力来说话 于是黑棋实战 从这边断了上来 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这块棋 白棋的它的眼位 有几个方向来构成 一个呢是这个刺一个有先手 也就是说如果你黑棋从这边来 灭白棋的眼的话 白棋从这一点 下一步又冲断了 这块棋跟这杀气的话 应该不占任何优势 黑棋接上 这样白棋作眼 活得非常清楚 也就是说基本上看成这样 无论你黑棋在这走 还是在这走 都是一样结果 他只要确保这有个眼 那尖刺完了以后 再做出第二只眼 就活得非常的清楚 如果从这边走 如果灭这个眼 那么白棋这么一跳 扩张眼位 黑棋下一步 如果从这儿冲的话 这么一挡 上下两个眼很清楚 从这边走 白棋挡住 点我就挡 这里呢虽然 黑棋能从这儿入手 可是 白棋呢 他可以把这两个子 他就不要了 我就打吃 然后你沾上 我再把这个截住 上面 黑棋可以先点一下 可是这边点掉以后呢 至少白棋是有一个后手眼 在这儿非常清楚的 再加上这边局部 如果黑棋要吃的话 白棋这一拐 走完打吃 提掉先手 再这样一做眼 基本上 这个形状 黑棋想要去 进吃白棋是 不大可能 所以被白棋跳到这儿呢 从这个 我们刚才摆的 这些变化图来看的话 似乎黑棋也 没办法达到 吃白棋的 这么一个结果 因此实战 黑棋的这部段 是既 权衡了 白棋在这尖刺 作演的可能性 同时呢 又间接防止了白棋 直接在这儿 跳扩张演威的手段 这步棋一下 使得白棋 这个 这块棋 整个的死活 就面临了 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 首先 现在白棋 如果走在这儿 这个棋就很清楚了 黑棋往这儿 一搂打 把这个眼先灭掉 如果你跳的话 这个次序很重要 现在 黑棋要先从这儿 先冲一个 如果白棋挡的话 黑棋这一点 完了一挡 白棋只有一个眼 在这边 无论你爬 我就挡住 做眼的话 我这一冲 还是做不出第二只眼 这是因为 这个尖刺 这个断笔 尖刺在这儿 好处就是因为 黑棋 白棋这个眼 等于这儿 有半只眼的 这么一个味道 把它给 灭掉了 当然如果说 你沾这儿的话 就更不用说了 黑棋从这一吃 非常的清楚 如果走在这儿的话呢 也是一样 黑棋尖刺过来 你提的话 他这一小尖 就很清楚了 也许当实战 黑棋断上来的时候 柯杰已经意识到了 这个情势 以非自己所能掌控 但是依然 以非常冷静的 这个心态来面对 黑棋这突如其赖的 讲一剑封喉的招法 非常的顽强 也体现出了 柯杰的这个 后半盘 作为一个胜负师 他的 在后半盘当中的 这种韧劲 以及面对危局 面对突如其来的 这种打击 这个职业高手 甚至是顶尖高手 他们做出 怎么样的一个反应 白棋尖刺 黑棋赶紧 先把这个打吃一下 如果说这样的话 那么被白棋一吃 黑棋这个段上去就等于是 我们说的这个送子观音 打吃 白棋冲 黑棋要挡 提的话 被白棋尝出来 或者粘住 还是支两块棋杀气 黑棋没有把握 挡住 然后白棋沾 黑棋再沾 这样白棋等于 先手把这个沾回来 有什么作用呢 吃一下 即便如此 情况还是对这个 黑棋是不利的 对白棋是不利的 因为 白棋如果说 粘在这 就像这个 实战后来的这个下法 黑棋这么一小尖 当然现在呢 黑棋它可以 夹过来 如果说粘这 也一样 黑棋小尖 这个段的好处就是 防止了 白棋在这里 跳一个 因为这 有一打吃 实战白棋的下一手棋 且不论最后 这个结局如何 但是白棋的下一手棋 在此时 这个局面下 是非常妙的一手 我们来看一下 柯杰 他的这个 妙手 挖一个 这手棋 在这个时候 从这挖一个 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黑棋实战 吃 然后白棋再粘 这个时候 有了质量 手交换 情况不一样了 刚才我们说 白棋如果单粘的话 黑棋是可以直接加过来的 黑棋加 白棋粘上 黑棋从这里挤 这个眼 白棋做不出来 你顶的话 它可以从这冲 我们还是把它摆出来 清楚一点 顶 冲 挖一个的话 黑棋这样一打吃 粘住 白棋一粘 下一步断和自补 那么白棋还是 折腾不出来 齐 但是因为实战呢 白棋它先在这里 跟黑棋交换了一手 挖跟黑棋吃交换 然后它再粘住的时候 现在 黑棋就不能加一个了 因为你加的话 白棋这么一粘 在想要还原的时候 情况不一样 它可以挤过来 等于是 现在白棋挖一个 黑棋它没有从这吃 而是吃在这 下一手这个眼 黑棋就冲不进来了 那么白棋就可以做活了 那么黑棋不能加过来 它怎么吃白棋呢 它就只能小尖到这儿 来灭眼 小尖到这儿 这个加的区别就在于 白棋它现在可以顶一手 这么一顶呢 黑棋还是不能袜粘 否则被白棋挤进来 就还原了 黑棋只能 这么猴一个来灭眼 这样白棋再挤 下一步马上又可以在这儿做眼了 所以黑棋要吃 白棋粘住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当黑棋冲的时候呢 白棋当然如果接上 这整块棋还是被吃掉了 等于白棋是通过了这个 挖一个跟黑棋交换呢 它至少可以把整块棋 被吃的这个损失减少一半 它可以活一半 当然从整体的这个结果来看 黑棋能够吃掉这一块 能够吃掉白棋大龙当中的一半 这个木树已经是非常的 非常的可观了 这个收效 123456789020212232425 25木要强 2627木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局势下 突然黑棋吃掉对方20多木棋的价值 应该从木树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是 可以完全的打破平衡的 但是不管这个结果如何 至少白棋的这一挖是当下 作为白棋的选择当中是 非常顽强的这么一步好棋 因为刚才黑棋对于白棋这一挖 也没有其他的这个 没有其他的好的反击方式 如果走这个的话 白棋还是走过来 这个问题被白棋尝到这的话 情况又不一样了 这样黑棋沾到的话 被断掉 这就变成了整块棋 跟这几块这四个子来进行杀气 黑棋觉得瞬间进入到白棋的这个领域里面 很难掌控 所以以至于如此呢 他实战就选择 虽然吃的少一点 但是他判断了一下 大概也是觉得这个棋 即便让你活一半 也是我可以接受 但是总是没有最开始黑棋断上来 以为能够全盘把白棋吃掉的 这个结果要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职业高手 他们轻易不会让对方有这种 一击之命的这种机会给你 即便可能是让白棋忽略了 黑棋断上去这样的杀招 可是他仍然能够在最快的时间 来调整好自己的这个状态 来把这个损失减少到最小化 也就是我们说的止损 他能够很清楚的 把原本可能整块大龙都要被吃掉的这个棋 至少能够通过这种巧妙的一个袜的交换 然后活出一半 非常的厉害 当然黑棋断上来肯定也是非常的有说获 就此后又在这个白棋 可以说他在后半盘又非常的顽强 本来这个黑棋断吃了可能已经从木树上领先很多了 但是最后这盘棋 黑棋只赢了四分之三子 也就是半木棋 可见柯杰在后半盘又是 应该说是非常的顽强去力挽狂澜 不过无奈这个历史的遗留问题 毕竟这吃掉的木树本身价值是非常大的 那无论如何 让我们欣赏到了这个局部 双方都非常精彩的手段 使得这整盘棋 在这样的一个闪光点之下 就变得非常的有价值 也是值得我们棋友们去细细品味和欣赏的 好的各位棋友 这盘棋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 各位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棋子妙想 我是王湘如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盘 韩国围甲联赛当中的对局 黑棋是白红西九段 白棋呢是李志贤六段 请各位看一下大棋盘 现在黑棋的上一手棋在这儿 正头 这手棋从低杆上来觉得 黑棋是十分过分的 不过仔细看来的话 黑棋也有他自己的一个意图 就是要充分的把这三个子 残子加以利用 假设没有这几个黑子作为接应的话 那么黑棋胆敢走在这儿 就完全就是一头撞在了白棋的 这个铜墙铁壁上面 虽然黑棋有一个很好的设想 但是究竟这三个子能够发挥出怎么样的作用 或者说是否成为黑棋的负担 这关键就要看白棋如何来应对了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首先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这里虽然白棋有个冲断 但是因为黑棋上边这里 它这几个子的气很紧 也就是说 如果黑棋冲 白棋断 黑棋长 这样呢白棋从这儿一虎 这个子黑棋就等于它断不上去了 所以基本上可以暂且看作白棋交换完了以后呢 这个断点是不存在的 假设看成这样的话 其实白棋这整道后世 依然是非常的完美的 那也就是说 黑棋对于这几个子的这么一个判断是否准确 毕竟在这个当头一震的时候呢 黑棋自身的跟与这个子的连接 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也就是接下来呢 轮到是对白棋的一个考验 最关键的是 不能在这个时候贪恋实力 比如说往这一带连回 这是最不可取的 这样黑棋就很简单的 从这边跳 或者从这儿跳一首 把自己的这个势 从上边 甚至延伸至了中间 白棋绝对不能够在这个时候忍辱负重 所以实在呢 白棋的反击 也是势在必行 不过关键在于后面的这个具体的下法 首先白棋反击 那么很显然 它的方向就是从 要把黑棋这两边分开 那么这里面涉及到的手段和选择就很多了 最直接的 小间 这也是把黑棋分开的一种方式 还有呢 从这儿靠一个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白棋不能为了 为分段黑棋而分段 而是要根据具体的这个情况来做手段的这个选择 假设现在靠一个的话 黑棋这么一般 白棋一长 然后黑棋再长的时候 白棋就很难受 如果你粘的话 等于黑棋并过来 走这个 它就可以重新处理 等于这几手棋 虽然把黑棋分段了 可是呢 它很损 如果小间 没有挨着这个子 但是始终会感觉 给到黑棋这颗子的压力很小 黑棋甚至于可以从这个方向压过来 他把这个子就看清了 或者 黑棋就大路朝天 往中间走 白棋这个子 始终觉得给 黑棋整体的这么一个 威力 并不能够足以 使到白棋在这里 反击有很好的这个成效 所以实战呢 白棋的这个靠上去 就显得是恰到好处的一手 既把黑棋左右两边分开 同时呢 又给黑棋施以一个很严厉的这么一个压力 实战呢 黑棋退 黑棋退和黑棋的这个斑 从效果上来看是差不多的 然后白棋退回来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白棋虽然这手棋非常的严厉 但是我们其实也清楚 这个下棋有些时候 当你用力的时候呢 这是一把双刃剑 你要注意自己的这个问题 如果白棋走在这儿的话 作为黑棋来讲 他当然也要考虑 怎么来反击白棋的这个下法 比方说从这个方向 斑断 但是现在实战黑棋之所以没这么下 他大概也是觉得 这样走了以后 白棋从这一带走过来 或者白棋就这样贴 这个作战对于黑棋自身的子来说的话 可能这个段并不是给白棋的压力 而是给黑棋自身的包袱又变重了 所以实战呢 黑棋单退一个 白棋退回来 这两手棋跟刚才我们说的 直接接一个有非常大的区别 一个是本身我们刚才说 黑棋他如果说把这个字看清 他可以从这压一个 如果说他想跑得快一点 他就往天上跳 那这个子来说 他的这个 应该说他的价值就相对来说是很清零的 而白棋贴到一下以后呢 就把这个子 当初震过来的这个子的 这个价值变重了 让他的包袱变得沉重一些 退过来 这个事情还没完 黑棋当然想挣头 其实我们看到 在现在这个情况 白棋把这个黑棋分开了以后 那么双方又展开了新一轮的竞争 这个竞争就是在如何围绕着中间 能找走到这个中府的这样一个掌控权 来做这个 这样一个激烈的斗争 我们都说这个中间的一拐啊 中府一拐力大如牛 如果黑棋能够很顺利的把这个头拐过来 白棋假设只能往这边走 或者扳的时候 黑棋扳白棋只能退 那么 黑棋的这一块棋还是非常厚 很容易处理的 可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在 白棋扳的时候 黑棋 反扳的时候呢 白棋他把黑棋给毫不留情面的断了上来 这一点正是我们想真正给大家介绍的 一个局部的关键点 很多时候 我们对于这个中间的这么一个潜力的认知 并不是很清楚 尤其是我们的业余爱好者 他们很多时候会认为中间其实是一个 很虚的地方 那么 比起在边角上 这种可以很实在的围盗目数来说 中府是不让人去易于掌握的 但是 恰恰如此 中府其实他所能够给 整盘棋带来的影响和潜力 却又是不可估量的 这其中 有 一个矛盾的地方 但是同时他又是 非常统一的 因为围棋本身就是这么一种 可以说是非常有折丝性的 这么一项游戏或者说是运动 那话又说回来 对于这种棋行 我们要试着给自己培养一些 在长行下的这种低感 就是我们说的棋感 很多时候 因为下棋 你在这个思考的时候呢 你的低感就非常的重要 面对于361个交叉点所产生的 无穷无尽的变化 我们不可能 在下棋的时候 能够把所有的变化都穷尽 这是目前连这个人工智能都没办法做到的 人工智能在现在能够有这么长足的进步 它是因为改变了自己的运算方式 缩小了运算的这么一个空间 而不是像以前的这个人工智能 采用的是全局的运算法 而实时无法在棋力上有一个大的突破 那换到我们人类的这个思考就更是如此了 所以很多时候 你对棋行的第一感就变得尤为的重要 那么这个第一感要怎么去培养 怎么去锻炼 就需要我们在对每一个棋行 或者说每一个长行 有一个充分的认知 就如同实战此时的这个形状 当白棋搬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或者说是当黑棋拐的时候 双方都要考虑的问题 就是在于中间的这个掌控权 如果说你松一口气 那么你整体的这个形式都不一样 也就是白棋现在为什么他要抢这个搬呢 就是因为黑棋如果跳的话 那么这个局势整体就变得 应该说是在白棋的这么一个掌控之内了 因为他可以尝到这一下 下一步黑棋还要再补断 那么给白棋的选择 一个是打入或者说往这边走 我们就看到这个很广阔的空间 由于有了白棋两个子 那么它的辐射面是和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非常广了 因此黑棋是双方在这里 就是拼了命的要去把这个头给抢过来 那也就是面对这种情况 白棋实战的这个段就给了我们 对于这个棋行一个很好的认知 通常情况下如果你退一个的话 那么这个棋行就像刚才黑棋跳一个的 这种感觉是大同小异的 就等于是松缓不够紧凑 实战白棋断上来 当然这个断也绝非是盲目的 这个有勇无谋的这么一个下法 首先白棋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征子 如果白棋征子不利那么一切都免谈 现在呢在这儿有一个子做接应 很好的把这个征子的问题解决了 在此之前呢白棋又非常 非常惊艳老道的把这个先虎掉 这些棋都是我们看高手他们下棋啊 是充分的在每一个局部都会有这个保留 就比如说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 可惜有这个冲 但是白棋也是迟迟的不进行这个交换 因为一旦交换完了以后 可能在这边的这个味道就会少很多 但是现在白棋为什么把它交换掉呢 因为它下一步棋要断上来 这一断就必然意味着这一代会产生作战 很有可能黑棋会涉及到黑棋这个冲断的问题 一旦这边全部被黑棋走到的话 那白棋虎这个黑棋就可以用这种团的特殊手段来吃白棋 为了避免万无一失 在白棋断之前它就非常有掌握 有火候的这样一步棋把它给交换掉 这都是职业高手他们自己的这种 由经验所累积起来的棋感 然后一段 这个字黑棋如何都拿它没办法 只能往边上走 硬针 然后白棋一长 这样呢黑棋搬过来 白棋如愿以偿的把这一吃 现在这么一抱吃生子有力 我们都说中央开花三十木棋 现在基本上白棋等于是在中间拔了黑棋一朵花 当然可能黑棋以后引征白棋提掉这个紫销上面会不如直接花的这个价值大 但是在右边这么广阔的一个空间当中 白棋把这朵花拔掉 所产生的影响力和它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实战后来呢黑棋一吃 黑棋吃就是瞄着下一步从这冲断 如果直接走的话 白棋断掉 吃和吃这两者都是必得起义 所以黑棋这么一吃 白棋就以搬过来这种形式 把这个断点补好 这样呢这个局部算是告一段落 我们可以从白棋的这一首第一首棋 再到后来双方为争夺这个中间的头 所进行的这个交换和变化 感受到高手对于中府掌控力的这么一个认知的价值 由此产生的这些手段的下法 都是很值得让我们去欣赏和品味的 好的各位棋友 这盘棋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